花蓮強鎮第六天天王新大樓 污回傾斜受創最為嚴重 靠著六支H型高樑支撐 七號晚間正式展開拆除作業 看著房子被拆住戶心在躺血 從大陸湖南遠嫁到臺灣十六年的 張姓女子 自己一個人住在天王新三樓 平時從事看護工作 回想起當時被救出時仍然心有餘疾 但張姓女子想到家園沒了 生計也成了問題 難過的流下眼淚 才剛買四年的房子瞬間倒塌 突然無家可歸 未來也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目前看應該是照片片 工程人員拆除時 看見許多張住戶的珍貴照片 臨時找來桶子 小心翼翼將他們放進裡頭 把他們集中送到警局 無形強震讓天王新住戶 無家可歸 站在封鎖線外 含淚看著再熟悉不過的家園 不願離開 三新聞綜合報導